Layu聊四季 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ayu 今天要來看葡萄人對賞西班牙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好 我們先來講一下葡萄人 葡萄人的話 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是 所有的黃金單位 都有20%減免 那後期呢 還可以打這個港灣大商戰 帝王時代蓋下去之後 需要耗費20個人口 但是資源會一直慢慢往上跳 就代表說他無限資源可以使用 那葡萄人最近的風琴砲也是改動蠻多的 那我們在之前團戰影片 也是看到這個風琴砲 風琴砲這個大放異彩 直接射爆了一堆騎士 那後期再點一下這個火神槍 讓這個彈道學可以吃到火槍的時候呢 這個風琴砲跟火槍殺傷又再更猛了一點 所以葡萄人本身算是比較偏火器文明 那當然打騎士槍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接下來看一下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的話最大特色是他這個 西班牙征服者 是一些我們老玩家都知道的單位 拿火槍在馬上騎馬邊射邊跑 非常的煩 跟這個飛鏢騎兵一樣煩 但是這個飛鏢騎兵會擴散傷害 但是西班牙征服者只會抑傷 就是同一個單位 射一發直接傷害爆表 會有抑傷的問題 然後射速的話也沒有比飛鏢騎兵還要快 西班牙人的話這次改版最大的更多 就是每升級科技會拿到20黃金 所以在前期如果點下織布技術 你想要再打這個三棒棒轉裝甲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也不用挖黃金 因為你剩下織布技術之後是直接還給你10黃金 所以其實西班牙人前期 打裝甲鋪兵的開局方式是現階段來說是滿流暢的 並不會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困難的地方 那西班牙人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西班牙征服者可以用 那西班牙征服者這次有被nerf 這個弓箭 弓箭防御率被減免掉了 所以他現在被TC射阿劍塔射 或是小弓奴兵射都會燒頭獲血了 這是玩西班牙人需要注意的一點 那西班牙人後期的話還是比較偏向於馬舊單位 出這個遊俠 那當然他是全能型的文明 要出什麼垃圾兵也可以 原來三攻三防都有 疾病阿毛兵都可以打 但是沒有特殊能力 所以也沒有說非常的厲害 就是正常戰馬 跟正常的疾病 好 那西班牙人還有一點 就是他現在這個金罐 還是銀罐 傳教士的話 招翔距離可以加1 這代表說他生完印刷技術 再加上這個傳教士的功能 然後再生產這個騎馬騎鋁生鋁喔 這張到後期招翔的能力非常強 這確實強化了這個西班牙的特色 我覺得這次大型改版其實改的還蠻不錯的 雖然跟馬國關係沒有他的關係 但西班牙這種舊文明喔 好一改動我覺得是蠻生氣的一件事情 而且STAR改還不是小改那種 好那兩邊都準備上到了封建時代 西班牙這邊那四村 應該是要來開稿 有沒有挖石頭呢 還是他這邊是要來 偷果子 最近高手之劍有個打法我覺得蠻莫名其妙的 就是他們會偷插人家的果子 然後搶人家果子來吃 該不會就是要來搶果子的意思啊 四個人出發 好快要到對手家裡 可能可以再補個房子 他這邊是怕來不及走到敵人家 好應該看到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視角 因為其實我們在看這個上帝視角的時候 都不知道對手跟自己的視角大概差多少 那就是這個就是四個人出門的一個視野 非常的暗迷蒙 不知道對手在幹嘛 這裡都是看不到的 好那當然你知道這裡有果子 跟木頭 所以你箭塔可以考慮插這個位置 對方也不會看到 好待會也會被插爆這個 好結果這邊伺候屋 互相遇到對撞了一下 光劍時代1號 箭塔要插這裡嗎 欸果然 好插這個位置沒錯 因為這個位置 果子跟木屑都可以稍微被插到 而且又是在藍方的這個死角裡 我們來看這個死角 欸欸 不好意思 呵呵呵 不是死角 呵呵 這個不是死角 呵呵呵 唉呀 尷尬啦 巴蘭斯 西班人 但是西班人 劍到速度很快喔 所以劍塔很快可以蓋好 但是被發現的話就沒轍了 那他多一個啊 呵呵 還奇怪 葡萄人的室友這麼廣 怎麼覺得 視野廣混轉 是因為三時代的關係嗎 好像是喔 因為三時代之後這個建築物的視野會稍微廣闊一點點 好 這邊可以拿到一村 刺猴 剩一滴血 砍掉 哇 收村收進去 殘血的村民活了下來 這一次我送掉了 這個鏡台也沒了 這邊是BALANCE的大敗啊 哇 一村換一村 賊虧 但是他自己刺猴也掉了 如果能再拿到那隻殘血的話就很賺了 好這邊直接下一個前置射箭場 這麼兇嗎 但是BALANCE這裡沒有挖石頭 所以代表他沒辦法再繼續打這個塔公公戰術 塔公公戰術的一個特點就是 蓋完劍塔之後可以生產這個小弓喔 進入這個劍塔裡面增加這個劍塔的傷害 對於這個競技場的攻擊 或是一些特殊的打法來說 塔公公其實蠻強大的一個存在 好但西班牙人沒有想要繼續這樣開稿 沒有再拉村過來 那就意味著他這一波騷擾結束了 應該是要回老家了 剛講完就在那邊下一個採礦地 下採礦地沒問題了 稍微加速一下 直接要來拖阿倫家的酒桃 好那黑拉這邊三隻小弓直接往右走 右邊這邊直接小圍一下 這邊可以考慮再圍個房子 其實也不用鬼阿 對方是小弓其實也不太好溜進來 好這邊趕快敲 OK都已經敲完了 這邊再補一根料望塔 這個料望塔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有點不太懂 如果說的話我會想要查這個果子上進這個位置 像這邊農田或村民還是會被騷擾到一下 這邊可能是想要控果吧 但控果子其實也沒到那麼傷了 因為這個時候也可以開始灑農田 雖然沒有免費的果子吃 稍微還是會傷到點經濟喔 畢竟葡萄人現在採果子會增加木頭 所以葡萄人沒有果子吃 確實會有點小巧受到經濟傷害 欸是葡萄人沒錯 我記得有個文明 柴果子會有木頭 然後本來葡萄牙是可以給隊友誓言 但現在 全部的 遊戲喔 團隊遊戲裡面 隊友都會有誓言 所以我就改動了 好這邊毛兵直接把工兵逼了回去 這邊葡萄人買賣一波 準備要來上到了城堡賽 西班牙這邊還要稍微等一下下 實在會稍微有點落差 繼續挖石頭 因為石頭繼續挖問題也不大 待會上城堡賽 直接補下西針 哇這兩隻工兵還在秀啊 這就是我所認知的黑啦 工兵打毛兵 還打到快五五開 這什麼奇怪的畫面 本來是被工兵射到瑟瑟發抖 太狠了這個男人 直接用工兵秀毛兵 好毛兵再過來 但是工兵繼續射 由於班蘭斯這邊毛兵沒有點擊射的關係 所以真的就是比較危險 一定要死一村 哇靠這一村你還偷得掉 太厲害了 所以這邊兩隻工兵也沒有放棄騷擾 好毛兵稍微守一下這一塊石頭區 石頭區 這個這塊石頭 班蘭斯表示他要定了 好真的還是要剩下一集射 不然打不太贏 好這邊剩下的奴兵 黑暗還副下的一級龍 二級木 經濟稍微控一下 好先剩農田 這個農田先射一射 找不到村民剩就剩他農 好這邊一隻奴兵直接被射死 還是有點煩 騎士過來 但是第一時間槍兵被收掉的關係 所以騎士現在是無雙 槍兵沒有被我收掉是往前走 好這邊要下一個修道院 不然這個騎士會有點難纏 好騎士 好可蘭看到了 騎士之後 放兩個修道院 那麼剛剛有說 這個西班牙 傳教的能力變得很強大 所以打這個生鯉也沒什麼問題 也可以去考慮生這個 騎鯉子的傳教士 這是西班牙人特有的單位 可以考慮去點一下 但那個其實消耗肉量有點貴 是肉量嗎 這個好像要肉的樣子 因為你按一隻生鯉的話 我記得是不需要肉的 但那個好像要肉 太久沒有用了 不需要肉 不好意思我記錯了 騎馬生鯉也不需要黃金的 但騎鯉 不是騎馬 騎鯉生鯉是不需要肉的 但需要黃金 但是他取鯉子的話 就不能撿生物了 缺點是在這裡 他怎麼不點這個騎鯉子的生鯉 傳教士 好這邊找一下 騎鯉子還有一個好處 所以對方騎士 就是稍微可以增加一點跑速 好這邊直接用工程機製造所 把這根劍塔拿掉 這裡會來繼續補果子嗎 3TC開箱 中間補一棟城堡 傳教士 搭配一些村民 想要來直接插掉這根 TC 但這邊會看到嗎 有有看到 但是騎士不敢回救 這邊要回救也是 工兵先回去 先回救 但西班牙人 見到速度太快了 已經是40% 不吃果 看來真的沒有人 上城堡時代之後 還會吃果子的 整個人城堡起來 TC也爆了 但是可以空到一點金 這個城堡位置其實還算可以 只要能換到一個TC 又可以空到一些鐵 還可以空到金礦 其實就蠻賺的 結果城堡在中間蓋完 也在上方蓋一個TC 要來空一下這個附金 這邊是打一個傳教士 加毛兵的一個打法 這邊扁一下這個衝車 這邊看到衝車被打掉 才發現對手還是往家裡逼得進去 這邊再補一根劍塔 比較大根的劍塔 這個劍塔是比較大根的那一種 你看 這個小根劍塔跟大根劍塔 這隻是大很多 騎士還是不敢過來 騎士只能在外面繼續繞 能繞多少就繞多少 抓到一吋就是一吋 好 吸燈出來 騎士的用途意義也不太大 好 吸燈到正負責 但是這時候黑暗已經點下帝王時代 發生時代偏早 騎士果然鑽了一個洞 進去硬打了一下 那隻家裡有三隻傳教士 直接開始著想 而且這邊死了一條 這兩隻騎士可能要低調 不低調被招走了 OK 細節 自滴騎士 原地倒地 吸燈直接跑到金塔下方 想要躲避廖王塔的傷害 但殊不知還是被射到滿頭包 沒有站好這個位置 西班牙就補下了這個品種 要來開始升級一下 馬舊的這個單位 血量 吸燈一樣可以吃到這個 馬舊跟耕種技術的 就算後期不打吸燈 打這個遊俠也是可以用得到 所以這邊投資耕種技術跟品種 都是不會太虧的一個選項 這邊直接射出玩的村民 但是射歪 再來要先射對方的工兵 但工夫現在射吸燈很痛 這吸燈血掉好快 但是吸燈數量太多 後面還有戰毛兵 直接把這些努兵打成白癡 這邊金跟木材直接被控住 好難受 這個城堡也要把這個TC快要解決掉了 好 那菩薩爾這邊地龍時代也好 巨型頭11已經開始生產 直接要來拆除這些違建 中間這裡補下一個工程機製造所 當然是這邊應該是沒有意思 想要上帝王時代 應該是會先繼續農 然後一樣出邊打 先農邊農邊打 不要讓對方有餘力 去專心來對付自己家裡 然後給對方更大的壓力 如果這根TC能拔掉 後面這些田就不能中了 就會賺到蠻多了 但其實也是賺蠻多的 這邊這一大片田都不能中了 對黑拉來說還是有一定的殺傷力 這個途徑打法 好吸燈直接大量過來射個一波 彈弓邊射吸燈很痛 這邊稍微手動一下細節 好吸燈所有殘血 這邊射得有點歪 哇你看這吸燈血量掉多快 以前的吸燈掉血 可不是這樣子的 哇現在打吸燈非常好打 輕輕鬆鬆 甚至有點屌虐的感覺 沖繩小孩來偷拆巨頭 他還要再撞兩下應該來不及 巨頭吃雞也從正面開始攻擊了 前後夾攻 他吸燈又發現了一坨挖金礦的村民 射得真是有點慢 而且很容易射歪 射歪還不容易射到其他村民 這所謂子彈不長眼 也太不長眼了吧 歪爆 一滴血的受不掉很難受 爆洞受掉 這邊TC兩棟直接被拆除很傷 哇 巴拉斯這邊農田直接被入侵 沒有城堡 直接補一根TC在這裡要來強挖石頭 太可憐了 你挖我野石 那我就挖人家門口石頭 可以啦完全不講道理 這邊其實只能看到 可以防止村民射擊發 可以跑了可以跑了 村民樹目前還是由西班牙人獲得優勢 但家裡已經有點糟糕了 現在這樣子農田還不能繼續種 肉量也不會再繼續往上升 反而會有點變少 那這個情況可能會更晚上到地龍實彈 那黑達現在還是有蠻大的優勢 可以打一次場比賽 雖然家裡看起來會爆啦 這裡大片農田直接沒了 但是也缺乏進攻能力了 因為西班牙政府只能造價的肉量很貴 現在要失去大片農田 西班牙政府只數量大會應該會慢慢減少 上陽騎士稍微粗一點 上陽騎士稍微粗一點 這生物直接被打噴出來 衝車繼續亂頂 西班牙人亂彈 這裡也是彈到非常多村民 在下方這邊木子 防止可能會守不住 這邊騎士看到上方這裡居然有一個TC 指定一砍 騎士先有二防 擋TC其實 還可以 這是人家帝龍四代的5加4攻 這邊直接武士箭塔 直接硬扛這個箭塔傷害 來射這邊挖金礦村民 這個巨型投資機很難解 但是現在有騎士要小心一點 還是會被解光 還好菩薩拉這邊 供兵數量其實才夠 這邊補一根箭塔 但是西班牙直接在箭塔上面開鬧 原地開補 這邊補了一個巨型投資機 這根城堡沒有打算要修 也要棄手這一根了 看能撞掉一台巨頭嗎 下 下 第二下 第三下 城堡也掉了 哇 城堡掉了衝車已經很賺了 這根箭塔也是被巨頭C拆得乾乾淨 一般人直接後撤到了後方 剩下少量的經濟資源 這邊村民也弱到剩下94村而已 這裡補下輕騎兵的升級有點微妙 但這邊衝車也順利的把上方的這個 進化處也拿下來 兩邊都是瘋狂必戰 不想跟對方打正面 這邊西偵繼續 黑拉村民也剩下98村 兩邊村民處都有點少 但這邊又補下更多箭塔 想要來阻止 巴倫斯這邊西偵過來 繼續掃到自己的村民 那這一坨兵也是黑拉的 不是 巴倫斯的最後希望 只要能拆到巨頭死技的話 他就喊繼續打 那這邊黑拉防守巨頭的這個一坨 非常明顯 工兵一直沒有往前走 好 看起來 到處 都沒有一個太多的交戰點 好 從村民繼續拆 工兵要再往前嗎 但要往前的話 沒有帶工程器 會有點尷尬 會找到一隻老男村民 好 那黑拉這邊村民直接反超對手 好 好 對運頭死因直接拆左邊城堡 無視村民 太狠了這個男人 村民要不要秉一下 好 其實繼續給壓力 但這根城堡看起來是完全放棄了 沒有要來抵抗的意思 好 這裡又再開下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還想要再繼續督啊 這麼狠的嗎 真的是一直督一直爽 好 工兵直接回舊 這裡為什麼要回舊 這裡有一隻西陣而已 然後衝車可以再頂掉一台巨頭 是要為了打這台巨頭嗎 不是啊 這個是自檢 應該是要來打這坨挖金礦的村民 好 巴恩斯把這些村民也補到了回到一百村 金礦這邊也是收完 下方這邊圍堅也收的差不多 這邊村民可以再賺個幾隻 還不錯 經濟補了一下 好這邊巨頭開拆 來 哇我覺得巴恩斯這邊火氣 雖然打得不錯 但黑雅這邊感覺更舒服一點 然後這邊重量的礦虛都有空下來 這跟城堡可能要蓋起來 上面這個時候也是 這兩個TC蓋的都是 很有價值 好巨頭刺激看是要被拆掉 好這邊直接大巡過來 但是可能會為死一晚 城堡剩下80% 90%了 還有5%城堡就要蓋好 雖然可以打到一些村民 村民只剩下三隻 搜村兩隻 最後的兩個倖存者 直接把城堡蓋好 這邊村民也只能撤退 還有這些騎士跟犧牲 那這邊犧牲跟騎士損失的數量有點多 就要再死一隻 哇 很難受 三台創車直接偷偷來衝撞這裡 上方城堡 不錯這邊村民被招了幾隻 直接拿拳道開扁 這個情況也要挖乾淨 好這一種注意到對方大軍 奴兵直接開射 但是騎士的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這邊走A打騎士很痛 有話學的奴兵就是不一樣 傷害非常的猛 而且還有三級射 雖然不是強奴 但是打上城堡 時代騎士已經是綽綽有餘了 這邊看起來 白斑拉斯直接一撥倒 沒救 騎兵全部被收光 西針這邊也是會被弓兵給counter掉 倒光 自己的大軍直接送波 這一團屍就這樣沒了 三十七 三十七在上面丟 這邊繼續拆 有機會嗎 沒有 雖然才要城堡了 但是 他覺得這裡沒有太多希望 這個黃金挖的差不多 下方這個地方被空下來 這四塊黃金沒辦法挖很傷 但其實這邊還是可以挖 當然他沒有發現的樣子 而且如果要挖的話也不太好挖 防守也不易 那上面這塊金塊也會挖完 所以看起來西班人 白斑斯可能覺得自己經濟 拚不贏對手 所以打速GG 這有點可惜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話沒意外的話 應該是由這個黑拉拿下一點優勢 最近 Balance這邊中間 TC被拆掉兩個招 就只能瘋狂後撤 大片農田都不能採經濟 雖然黑拉感覺上也是 但黑拉經濟一直有比較好的原因 是因為他後面的 拔木區跟農田區 其實有保護的蠻好的 後面補下三根劍塔 確實有做到一定的威嚇效果 這邊看起來也是由黑拉拿下一點勝利 看這邊經濟區非常的舒服 紅田跟木頭都有固好 這三根劍塔非常賺 Balance後面這邊雖然也有 但經濟沒有像黑拉發展那麼快 也沒有為死 因為他也有可能會覺得說 黑拉這邊可能會帶回入境這邊 這裡會很難守 如果很難守的話 這邊就不能投資太多 的村民去採集資源 你等一下風扇風險 到處挖會比較好一點 那就造就了一個 密集採集跟分散採集的一個效率問題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要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問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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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